记者于赵福基隆报道,不景气,抢铁饭碗的机会又来了。 基隆市公立国小,幼儿园教师珍视6月30日出示, 交针简章于明天,16日,中午12点在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官网公告, 6月1日起受例报名,公立国小老师共招考46人, 幼儿园教师50人,共计96人。根据基隆市教育处规划, 公立国小普通班教师招考23人,英语老师6人, 专服老师5人,特教老师9人,滋优老师3人, 公立幼儿园老师招考44人,学龄前特教老师6人。 这次教师珍视委由中区策略联盟出题, 基隆市与新竹县市、苗栗县、台中市、彰化县、南投县、 云林县的教师珍视出示同一天,都是6月30日。 基隆市出示预计录取288人,7月14日赴市,将分口市与市交, 7月20日下午5点在基隆市教育处官网公告录取名单, 社会上普遍抱怨薪资低,教师薪资相对优渥, 一大学毕业考上公立国小教师起薪为36000元, 硕士则为44000元起跳, 大学幼教系毕业考上公立幼儿园教师一同。 最吸引人的是,正式教师每年都将提许、 调薪、献煞社会大众。